電燈有些人經常嚇嚇我 我說什麼50年 看50年那是公成,不是我 我就看5年的 早期很多研究已經表明 它對這個非小細胞肺癌 其實它的TDV是有治療的效果 現在Tesla PE是說36倍 Tesla PE是說大約只有20倍 其實對一間科技公司 一間高增長的公司來說 已經是非常低 中高階的電動車來說 Tesla是一定會贏的 看片之前,記得訂閱京一的YouTube Channel 按鈴鐺,下載我們的App 還有我們京一共肥計劃Patreon已經上線了 Tips 物物送 有錢齊齊賺,快點訂閱吧 這次研究結果是正面的 其實一早已經是預料之中 因為之前我們已經看到 早期很多研究已經表明 它對非小細胞肺癌 其實Tesla PE是有治療的效果的 早期研究 即是未是人體上的實驗 Tesla PE在實驗室裡面 對付肺癌的細胞 其實已經是有效 NVCL還有一件產品 它除了治療老癌之外 它還有一個 都是類似肺癌的一種刊件癌症 那種癌症其實都是用類似的器材 就是將Tesla PE綁在空腔裡 去進行治療 那件產品也是非常有效 本身有這件產品 已經在醫治肺癌的癌症 加上本身在實驗室裡面 它已經Tesla PE對肺癌的細胞 都有顯著的功效 其實我們只是憑邏輯去推斷 它這兩件事加起來 就已經大約可以知道 其實它現在這個新的應用 應該都是有效的 但是現在暫時有一個小問題 就是它這次公佈只是早期的結果 它只是暫時說 Tesla PE對非小細胞肺癌 是有顯著的效果 但是它沒有給數據說到是多顯著 那我們現在就要等一等它公司 遲些再公佈數據 其實它現在在治療的肺癌 都是抹期的 其實要治療好的機會是不大的 但是我們想看看它可以延長到的壽命 有多長 可能延長15%壽命已經是顯著的了 但是如果延長30%的壽命 也是顯著 但是兩者的分別就會很大 可能會多很多人願意去花這個錢 去做這個治療了 所以到時我們再看一看它進一步數據的公佈 我們才知道之後 它這件產品是不是真的 跟我們預期一樣是這麼好 那如果到時是的話 我們就可以再想一下如何加大投資 還有以往的藥物 很多時候是因為 最後可能是因為有些 沒有預計到的副作用 或者是有些俗性 而令它被迫要下架 就算是通過了 所以我可能最後都不能上市 但是TTFill就會少些這方面的風險 因為TTFill它只是一個物理上的原理 沒有藥物和化學上的毒性 所以我覺得它成功通過的機會 其實是可以通過到三期臨床實驗的藥物 甚至要更加高 經一共肥計劃推出 獨家內容 每天都只需要五元左右 就可以拿到絕密投資貼士 加入會員 立即訂閱 共肥不自肥 賺錢預算你 現在Tesla銷量還未如理想 本身它預期今年 銷量可以增長到50% 但是現在大約 最後出來的結果 就全年只有40% 加上現在又加息 又有很多壞消息出來 正正是這個市場的情況 就是一個好的入市時機 PE是說36倍 4PE是說大約只有20倍 其實對一間科技公司 一間高增長的公司 已經是非常低 我覺得已經是差不多到底了 現在都是分住家 現在始終來到外國 流動資金不算很多 那都是要一直努力上班 再賺錢再買進去 其實現在Tesla的Gross Margin 是說25% 主要在賣的車型 其實可能Model 3 Model Y 都是五六萬美金左右 但是我們看到其實這個市場 已經開始競爭越來越激烈 以及已經開始是接近 可以說是飽和緊的了 所以其實Tesla 他遲早都一定要再減價下去 再打低價一點的市場 到時他的毛利和順利的比例 一定會下降 Tesla現在有幾個利好因素 第一就是美國之前那個 降低通脹法案 但其實實際上就是一個環保法案 美國政府就大力支持電動車 他還要加了很多本土化的條件 大部分零件都是本土生產的電動車 才可以受惠這次政策 每價就會有7500美元的補貼 Tesla是十分受惠 有七成的其他車輛 其他電動車 在這個法案裡面都是被排除的 第二就是Tesla 但是始終它的技術優勢 成本優勢 它的電池 它的規模 現在都是世界頂佔的 現在在2022年 Tesla還是世界第一大電動車廠 成本優勢這麼明顯之下 其實它是有空間去減價的 中高階的電動車來說 打架架戰 Tesla是一定會贏的 第三就是自動駕駛 現在全世界路面上有400萬架Tesla 在這裡走 這400萬架Tesla 其實全部都安裝了自動駕駛的硬件 Tesla這間公司 它收集到的數據 是全世界這麼多間 這些自動駕駛公司裡面最多的 以Elon Musk的個人魅力 可以吸引到全世界最頂尖的工程師 AI科學家去幫他做事 所以其實可以期望 Tesla的自動駕駛 始終都是領先著工業的 還有自動駕駛的銷售 其實是無利率非常之高 對Tesla來說 其實只是軟件的銷售 所以長遠來說 其實Tesla 是比其他電動車廠 都是非常之有優勢 但是如果說到最後要長遠 要大升的 那就是說到它的自動駕駛的士網絡 它可以用它的車去自動駕駛 好像無人的Uber這樣出去賺錢 這個時候利潤率是可以去到80% 到時其實就可以把Tesla的利潤大大拉高 但是成本其實是幾乎不變的 到時Tesla的市值就會相應地提高 投資始終都是看長遠 那連登有些人經常誣誣我 50年 看50年那是工程 不是我 我就看5年的 Tesla 它現在其實還有一個大問題 就是競爭很大 現在全世界很多車廠都開始加入這個電動車市場 Tesla它今年在美國的市佔率都還有65% 但是兩年前好像在說80% 就是大家會看到一直在跌下來 我看到有些大行的分析師 就預期說去到2025年 Tesla在美國市佔率可能會跌到剩下25% 但是其實是合理的 因為現在美國都不是說真的大部分車都是電動車 到2025年其實銷售的大部分車都會變成電動車的時候 Tesla在數據上你看到市佔率是會被拉低 但是其實銷量都會繼續提高 我們會看到比亞迪它的銷量是一直在提升 如果計算是那些運輪車 它的銷量已經超越了Tesla 所以有很多人就擔心 比亞迪會不會超越Tesla 變成世界電動車一哥 其實Tesla的車最便宜都說 45000至50000美金一架 而比亞迪的車型是低階車型 大部分都是10至20萬的問題 所以其實在打的市場是不同的 還有比亞迪的毛利上半年只有13%多 但是Tesla是說25% 比亞迪對Tesla 暫時還未是一個很大的威脅 另外中國的其他電動車公司 就是蔚來小鵬理想那些 在這次電動車行業的洗牌裡面 他們受的衝擊是最大的 整個科技行業 加息引致的很多分盤 甚至可能他們出現資金危機的話 最後 反過來就是大公司Tesla 這些會受惠 經一共肥計劃推出 獨家內容 每天都只需要5元左右 就可以拿到絕密投資貼士 加入會員 立即訂閱 共肥不自肥 賺錢預約你 再見 再見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